你有看过像拳头一样大的文革吗 台湾原生种的帝王蟹一颗就有半斤重 是一般小文革的2到30倍大 因此呢帝王蟹它是赢得了贝类之王的美誉 被视为是高级的养生圣品 养殖业者从水池里捞起来的文革居然有掌心这么大 这是有贝类之王美誉的帝王黄金蟹 可是台湾原生种 现在在高级的喜宴或日本料理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拿来和丝瓜做成煲汤 或是蒸熟之后直接连着壳 铺上起司或沙拉再火烤一下 都能让人十分满足 帝王蟹的个头真的很大 一颗就有半斤重 一般小文革要25到30颗才有这样的重量 果然不负帝王的称号 不过它可不好养也因此更显得珍贵 这种在台湾的存活力只有5%左右 所以这种非常珍贵 帝王蟹珍贵稀有并不常见 因此一般人很容易和马蹄蛤搞混 养殖帝王蟹需要有干净的水源 因此业者还在水池中放入常备炭来净化水质 甚至还用高级饲料喂养 帝王级的待遇 价格自然也是贝极尊荣 一台金大约4颗就要600块 堪称是贝类中的劳斯莱斯 民事新闻正人文家一世报道 新闻的利益